记者许国珍台中报道,台中是陈姓女市民的自小刻为亭被脱掉,一致到脱掉厂保管途中竟又被一辆机车撞上,骑士当场弹飞倒地,机车则是撞到俗称流冰鞋的脱掉车铁架载具几乎全,索性骑士经送一级就没有大碍,倒是陈宇接获通知赶到现场,见爱车遭脱掉又被撞瞬间傻眼,贫向处理远景询问, 这下我要找谁陪,警方说,这起交通事故发生在今天上午11点多,当时一辆执行勤务的市府交通局脱掉车,正脱掉一辆违规停车的白色字小刻准备一致回脱掉厂保管,途中行京南屯区永春东路左转向新南路时,对向一辆执行由19岁陈姓男子骑士的机车仪善逼不及,紧急刹车后离田, 机车与骑士瞬间人车分离,有热心驾驶直击提供车内行车记录器给警方,画面中只见当时脱掉车一左转,陈南以为注意到脱掉车后方还有一辆自小刻,以为可以闪过,经见自小刻时发现将要撞上还让机车倒的滑行降低冲击, 导致陈南撞上自小刻右侧车身当场弹飞倒地,机车则是撞上驾载脱掉车后车轮的铁架载具,车头严重弯折碎裂几乎全, 此时后方另辆由陈南同龄销线有人骑乘的机车,也因闪避陈南机车一路偏一撞上停放路边车辆,这起事故造成两人受伤,索性均进轻伤送医紧急治疗后已无大碍, 警方表示,该路口没有左转灯号指,但左转车辆为离让执行车辆先行,肇事责任较大,相关肇事原因及赔偿责任仍需进一步鉴定后厘清。